婚礼时间办理埃菲尔铁塔 Durefer de Paris 它建成于1889年 由建筑师埃菲尔先生Alexandre Gustave Eiffel所设计 建成之后也是以建筑师的名字来秘密 我们现在看到埃菲尔铁塔的这个角度 是从人类博物馆的落地窗前看到的 可以看到它处理于整个城市的上空 建造铁塔当时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 和迎接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我们现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很巧看到铁塔底下正好有游行示威的游行队伍经过 在巴黎这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 好 我们再说回铁塔 而它经常当时也是颇受争议的 但到今天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一举成为巴黎 乃至整个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和象征性的建筑 被誉为是云中的木牙女 钢铁的维纳斯 汇林时节 法国巴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国沟 李宗监也 民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国沟 李宗监也 民族